一文街今天在台北发起了露天演唱会 邀请菲律宾劳工来参与 严长寿和李怀铭也用不同的方式 向飞级劳工表达善意 另外在高雄 许壮成局也趁着假日到教堂拜访望迷下的飞劳 承诺会维护他们的人生以及工作安全 用歌声化解对立 一晚人士发起的友善音乐会 在路上广邀菲律宾移工参与 严长寿 林怀铭等人 希望透过发起这样的活动 感谢移工对台湾的贡献并传达善意 对于在这么长时间在台湾 帮助我们的菲律宾的朋友表达温暖 那么让他放下心里的疑虑 而在高雄市长陈菊也特别利用星期天 到教堂拜访望迷沙的菲律宾劳工 承诺会维护他们的工作与人身安全 国家跟国家之间有一些争端 但是人民 政府应该承担他所有的责任 但是人民是无辜 我们保证在高雄所有来自菲律宾的劳工 会受到友善尊严的对待 外在台北的菲律宾商店街买气已经逐渐恢复 参导表示现在已经比较不担心遭到酬势 在墙上贴着祈福字条 台非人民都渴望双方政府妥善化解渔船争议 让民间恢复平和的气氛 佑天TV杨儒家周玉龙皇已经综合报道